把结婚当成了救命稻草 我觉得林女士 你可能会有一天特别后悔 自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用结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M 能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ap 既然 去到看下 FM 全市 当远商 跟欣患下去 你们相处的方式就是一种扭曲的 女生 你对她其实根本就看不起 你把你所有对她的一种不屑 全都通过笨 唇 滚 这种语言去发现出来 她的伤害是非常大 种种极端的情绪 你又觉得自己好像又愧对于她 所以你把这个领证结婚看得 是一种管理她的手段 我打你一巴掌是不是 我再揉揉你 结婚嘛 领证嘛 但实则 你根本就不想也不愿意 让她作为你的仗人 你只是在这种暴力管控的方式 用一个条件让她过来而已 所以你根本就不愿意去她那儿 去办婚礼 也可能在你潜意识当中 或者在她的意识当中 真正的婚礼才能 是我结婚的那种仪式感 所以现在看呢 你们根本就没有自己要结婚的感觉 种种的你们相处的方式 就是一种扭曲的 一个女性对于男性对我们不尊重 同样她也对你不尊重 你不给我一百块钱吗 行 我这边偷偷地在转钱 你们就在这互相制约着 互相抵抗着 而真正两个夫妻的关系 她也不可能是对抗 这只是战友 只是管理与被管理 认清现在的状态吧 随战友 好 谢谢曲总 消耗 一直在消耗 请不吝点赞!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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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